今天是旧金山,2022年的3月25号吧 因为天有点凉 今天打算去一趟山景城 刚才看着有一个广告 山景城的一个奶茶店招人到那去看一下 昨天去Sunnyville回来的时候 顺便去斯坦福大学看看 骑自行车从山景城那路过 感觉那边景色特别好 比较喜欢那边的景色 它不是从Sunnyville到山景城 从山景城再到Altopilot吧 Altopilot是斯坦福大学所在地 我感觉山景城的景色特别漂亮 今天就打电话给奶茶店一个 应该是老外姐的一个女的 我用英文跟她说是需要招人吗 约好了是明天下午 她这边上班是中午12点到晚上6点 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 要求英文流利 所以呢 我想了想就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吧 也不用对着电脑吧 应该是不用对着电脑 顶多是收银的时候要看看屏幕 其他的时候应该不收集到对着电脑 对吧 所以到那儿看一下吧 正好想着 如果可以的话从那儿看完了 不管怎么着 去斯坦福大学再转一圈 昨天 有点意忧未尽啊 因为天黑了嘛 昨天回来之后收到了密码所 四位书的密码所 正好今天坐Carrot Train 坐火车的时候可以用上 Carrot Train就是火车 驾车火车的意思吧 那边 这就紧急警报 我不确定时间是不是赶烫 试一下吧 如果在六点左右能到的话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能不能跟他见一面啊 但是 正好今天也歇过来了嘛 昨天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 半夜十二点多了 然后就吃了东西 到天亮才睡觉 然后之后就睡 白天睡觉了 睡醒之后 睡醒之后 看了一下 睡醒之后 看了一下微信啊 Sunnyville的房东 他留言 问是不是收到了 他后来退的 850元的房租 我把手机 取消飞行模式 看到短信了啊 已经今天收到了 但是分成三笔 第一笔一块钱 做一个实验 第二笔 849 加哪块钱 不是850的押金吗 第三笔是850 就是第一个月的房租 算是全退给我了 他也说表示感谢啊 说我给他拿了那么多油 他说他今天去 三笔 我拿到钥匙了 也拿到油了 然后 证明他平时不在那边住 对吧 我跟他说 我说以后 我会关注南湾那边的情况 假定我去那边上班的话 我就到你那住 我说你要是来旧金山 那也可以随时联系我 还不错啊 房东说你太热心了 你还拿那么多油 这大火小劲的这块 所以今天到山景城再看一下 我对那边现在还是比较感兴趣 只要是这条线打通了 能够 这条线打通还不错 就是自行车 跟火车的完美结合 而且终点站又是旧金山 又是始发站 对吧 这边还是不错的 以后有可能 如果有机缘的话 重心可能会在那边吧 这条线我觉得跑得比较顺 它的路我觉得是火车什么的 都很顺 这点很难得啊 现在也不用导航了 就直接能到火车站 对吧 也算一种锻炼身体吧 假定 奶热店那边弹成了 那么我的生物中 可能就能够倒过来了 对吧 因为 定了上半时间的话 我就不能再熬夜了 晚上就得乖乖地睡觉了 昨天也算熬夜了 因为昨天回来又困又饿 后来我就想 是解决困的问题呢 还是解决饿的问题呢 就想解决饿的问题吧 爸爸 昨天上午 做的生的大米饭 做 热了一下 然后又煮了一些 叫芦笋 茄子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这边不能过吗 这边没有人也很大吗 这神奇 没有人也很大吗 前面才有吗 这边没有吗 我现在在逆行啊 这边有人也很大 对吧 这边有一个 从这过吧 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 和创伤中心 它是治疗外伤的 好像是 这什么车 红色的卡车很少见 它这个自行车装不少东西 昨天大把妈妈回复 说那个手机就不用再 优来优去的了 就这么着吧 我还没回复 皮疗的电价呢 如果现在逐渐的 头绪减少了 还挺好啊 头绪逐渐减少了 我还挺高兴 对于工作 工作方面呢 我还是觉得 做一些这种轻微的 体力劳动 如果说能够用英语就更好了 今天 我跟那个老美 在电话里交流的时候 还挺顺畅 觉得好像英语 自己口语还可以啊 就是交流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在那块再好好 这什么姿势 在那块再好好练练英语口语啊 好好练练英语口语 在那 怎么一点咳嗽呢 山景城 我比较喜欢那里 景色宜人啊 如果比较一下 这两个工作的吸引力 是去Santa Clara 那个公司 做法务呢 还是去 山景城的奶茶店 到那个 做那个前台呢 或者是做服务员啊 我还是喜欢做服务员啊 不用对着电脑 也没有那么复杂的 办公室政治啊 身体还能得到一种锻炼啊 而且时间很灵活 觉得还是不错 而且也不要求我考驾照吧 只要我不迟到就行呗 真有哪赶 上车再睡一觉 下车 啊 红灯 昨天虽然熬夜 但是脑袋也没晕 基本上没怎么晕 因为头绪少了嘛 我觉得前段时间 要打算去Santa Clara 那个公司做法务 对我的压力还是不小 那位熟人也说了 你有点焦虑吧 我说对啊 我说肯定焦虑啊 因为一个 初创的公司 一个 快速成长的公司 它的风险会很大 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风险 我到那里好好研究 学习防范 肯定会有焦虑啊 适当的紧张和焦虑 是可以激发人的这个潜力的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大的结果还是 符合自己的心愿的 纪彈性的就不谈 从大的方面讲 还是符合自己的心愿的 这个车的技术真的不错 它一个漂亮的转弯就过来了 一个漂亮的转弯 我以后就骑自行车吧 骑自行车 跟火车 一起结合着走吧 其实我也注意到 有不少人 也是带着自行车 自火车 这边是个下坡 现在我的速度也上来了 这根车不太哈拉哈拉刮圈了 而且路也熟了 是什么你会去悲尔的 这根车不太可怙 是什么 是什么 有区卧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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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有 是什么 没有 �� 今天有点凉 有点起风 阳光没有昨天那么毒 昨天前天阳光都很毒 前天最热 前天上盛夏了 前天 鸽子 争渡争渡 旌旗一滩欧鹿 红灯 红灯 绿灯 今天没吃饭 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是两点多了 煮了两个鸡蛋带上了 带了一些包饼干 带了一些苹果 雪皮器 还有黄瓜 应该够吃了 还带了牙线 带了牙线 绿灯 今天穿的衣服也多一点 上衣穿着保暖内衣 裤子穿一个保暖裤 昨天既没穿保暖内衣 也没穿保暖裤 今天穿多一点 还行吧 就够用了 走着拐 帐篷这边刘老汉的帐篷 这条路跑顺喽 应该是来导航 一点点的找 现在直接老马尸途了 挺好 不管怎么说 这次把南湾这条路打通了 还不错 这样在路上也能够算一个 休息和放松了 它并不是太长 它这个时间 需要的时间 然后两头也能兼顾啊 在这所住 然后旧金山这边的事情 也能处理 等这个 前面就火车站了 你这就冲下去了 上次来的时候 正好错过那个火车 希望这次能够正好赶上 这路还是挺顺的 其实 山景城是谷歌在那边对吧 好像是 内战下车的人特别多 这样的 需要英语的 轻体制劳动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也能学英语嘛 奶茶店是不是 工作强度应该不是太大呀 也不用讲广东话 也不用讲西班牙语 讲英文就可以 这边是执法车吧 抓停车位的车 其实斯坦福那个小镇也不错 景色好啊 自然环境很好 我在推自行车上我车的时候 把车框里的东西拿出来 背在上前背里腿 要不然前面有一个车锁太重了 这速度还可以吧 17分钟 速度可以啊 这条路没什么人 我的自行车也会再好好修一修 不是要走了吧 上次就差点点丢时间 上次就差点点丢时间 上可 上 data 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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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4.55 这档车人多 这档车 4.55 5.04 6.04 4.05 4.05 可能是临时加的车 临时加的车 它是死白手是加的车吗 高峰期 加的车 认真多 这档车 4.05 Thank you, thank you 啊 我怎么这么陡啊 哦 谢谢 没事 哈哈哈 谢谢 她说需要帮助吗 哦 谢谢 谢谢 啊 好了 好